欢迎收看本节目 扎克拉文场均3.4次 拉文目前已经是公牛队当之无愧的老大 本赛季他已经多场比赛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公牛队未来的舰队核心 拉文本赛季场均可以得到25.5分4.8篮板4.2次主攻 已经逐渐摆脱了球迷们对于他只是一个扣将的印象 拉文本赛季有多达3.4次失误入仗 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是公牛队进攻端的第一选择 虽然本赛季拉文遗憾落选全明星 并且没有带领公牛队进入季后赛 但从目前来看拉文的未来将无可限量 9.本西蒙斯场均3.6次 西蒙斯自进入联盟以来就成为了76人队的舰队核心 虽然西蒙斯目前仍然没有开发出外线源头 但他本赛季依然可以得到场均16.4分 7.8篮板8主攻的全面数据 本赛季的季后赛西蒙斯应伤而赛季报销 76人队也过早地在首轮就被凯尔特人队横扫 这足以证明了西蒙斯对于球队来说有多重要 西蒙斯本赛季场均有3.6次失误入仗 不过这对于场均能送出8主攻的他来说也还算正常 8.安德烈德拉蒙德场均3.6次 装神德拉蒙德是这份榜单上唯一的内线球员 这对他来说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本赛季德拉蒙德被交易到了骑士队 在为骑士队出战的8场比赛里德拉蒙德场均可以得到17.5分 11.1个篮板1.8次主攻 本赛季德拉蒙德场均有3.6次失误入仗 纵观德拉蒙德的生涯轨迹 他的失误数呈现每个赛季逐渐递渐递增的趋势 这或许也与他正在逐渐尝试增加 自主进攻的比重有很大关系 其杨尼斯阿德托坤博场均3.7次阿德托坤博本赛季 同时当选了常规赛MVP和最佳防守球员 本赛季的他常规赛场均可以得到29.5分 13.6篮板5.6助攻 一抢断一盖帽的恐怖数据 带领熊鹿队取得了联盟第一的常规赛战绩 不过本赛季常规赛阿德托坤博场均有3.7次失误入仗 到了季后赛里仍然有3.3次失误入仗 尤其是东部半决赛熊鹿队以1比4暴冷输给热货队的系列赛里 阿德托坤博被热货队的反字母装甲房的失误评评 6.德文布克场均3.94布克本赛季场均可以得到26.6分4.2篮板6.5次助攻的数据 职业生涯首次入选了全明星阵容 虽然最终布克没有带领太阳队进入季后赛 但复赛以来太阳队八连胜的战绩以及布克的表现 让球迷们感到无比惊艳 本赛季布克场均有多达3.9次的失误入仗 如果想要在未来带领太阳队闯入季后赛 那么布克无疑需要在提高自己串联球队水平的同时减少失误数 相信目前来到太阳队的保罗能在这方面为布克提供很多指导 5.勒布朗詹姆斯场均4次本赛季已经35岁的詹姆斯场均可以得到25.3分7.8篮板10.2次助攻 虽然场均助攻创下了职业生涯的新高 但与此同时场均4次的失误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三高 实际上来到胡人队后的詹姆斯失误数一直居高不下 这或许与詹姆斯逐渐转向控卓后卫以及年龄逐渐增大有很大的关系 本赛季热祸对阵胡人队的总决赛里詹姆斯甚至出现了三场八失误的表现 这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是比较少见的 4.卢卡东契奇 场均4.2次 作为联盟 目前势透最盛的超级星星 东契奇本赛季常规赛场均可以得到28.6分 9.4篮板8.84助攻的豪华数据 入选全明星首发阵容的同时还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第一阵容 到了季后赛 李东契奇打出了更加逆天的表现 几乎以一己之力带领独行侠队 在首轮系列赛里与拥有豪华阵容的快船队熬战至了第六场比赛 不过年轻的东契奇 场均也有4.2次失误入战 这或许是他通往巨星之路上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3.拉塞尔威斯布鲁克 场均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